还要带你关注顶星星宴土地案 因为混游案事件 原本要从工业用地变更成 住商地的计划 遭到新北市府最后终止了 但之后改建成为停车场 现在又被议员给指控 那么改建停车场 私自把这个地给垫高了 又没有排水系统 现在每逢大雨必淹水 让周遭低洼地区之谜不堪其了 淹淹淹 谁蔓延到脚踝 只要雨一大就会淹 从106年开始 丁清三重这块地 重整为停车场后 沿不停 整块土地 整块基地 它是一个土的一个表面 自从它施作于停车场之后 就把整个基地铺设薄油路面 那当然薄油路面就没有办法渗水 丁远通嘛 丁清星宴这块地 本来就争议不小 占地6公顷 原本预计从工业用地 变更为混合住商地 但混游案爆发被新北市政府终止 如今改建成停车场 但被指控排水系统不完全 每逢大雨并淹水 对面你瘀的困 那瘀的困 从它这儿落后 这就淹起来 淹起来 现在车子要够 沿着水就倒进来 整个工厂都淹水嘛 淹十几公温嘛 都淹到脚踝这边了 全部淹 我损失了好几十万 附近居民怨山连连 整地却没排水 丁清集团也立刻出面 对于基地里面一些排水的部分 做一些导流分流的作业 那这个部分我们公司也会 全力来负责协助 一边是新北政府 一边是鼎心集团 都承诺十天内将会改善 但淹水早就不是第一次 想必真正解决 恐怕又得一段时间 难过的还是民众的生活 这些顾原送的相议新北报道